和爸爸骑单车去环岛 寒假来临前,爸爸给我一个惊喜 他要带我骑单车环岛 我超兴奋,却又有些紧张 但想到能实现梦想,体验速度与美景 心情无比激动 除了享受父子共骑的时光外 这次旅行也是个健身冒险的好机会 即将升上国中,这份难忘的体验 将成为我永远的回忆 爸爸过去曾挑战单车环岛 及机车环岛 这次计划了16天的骑行 并为我准备了电动辅助自行车 希望我能轻松享受旅程 这次旅程不仅考验体力 也是值得期待的冒险 我准备好迎接挑战 不跟团骑行,有时间灵活优势 但得自行负担行李长途跋涉 自行车必须额外装备 爸爸特别加装货架 马鞍带方便使用 行前多次让我负重骑行 训练体力 爸爸的马鞍带还携带维修工具 打气筒 备用电池等 为这一趟冒险做好万全准备 行程不只是挑战 更是父子合作精神的展现 终于出发了 从松山火车站开始 我们选择了欧雄零KM地标 作为起点 今天天气阴凉不会太冷 爸爸说寒假环岛比暑假好 因为夏天曝晒风险高 沿着河滨自行车道 来到大道城码头 这里城市台北最繁华的商业区 现在你依然可以看到南北杂货 以及古迹洋楼与年轻店家并存 这里也是新创艺术活动的热点 充满着独特的魅力 骑行巴里至桃园大园 品尝当地美食后 来到许措港湿地 欣赏候鸟群 透过望远镜 观察珍贵鸟种 爸爸诉说湿地保护的重要 并答应带我探访其他湿地 期待未来的冒险 晚上夜宿观音 第一天完美结束 第二天一早 我们来到大潭藻礁区 爸爸透过手机讲解 告诉我藻礁是五节珊瑚藻 所构筑的生物礁 是各种鱼虾穴背的极佳漆地 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 因此有海洋生物育婴房的美名 藻礁生长缓慢 每十年才长一公分 这里是保存了七千年的珍贵地形 育有129种动物 包括一级保育类 柴山多杯孔珊瑚 我们要努力保育这片宝贵的藻礁 沿着美丽17公里海岸线骑行 海风拂面 欣赏海天一色美景 令人心旷神怡 途中有多个知名景点 其中香山湿地赏泻步道 让人流连忘返 接着骑向绿光海风自行车道 网苗栗市 完成80公里的挑战 第三天的第一站是后龙半天聊好望角 登上瞭望台 可一览后龙海滨依山半海的辽阔景色 吹着海风看向远方 心情与体力就像充电般立即满血 心灵得到放松 来到享誉国际的台中清水高美湿地 观赏世界七大之一的天空之境 高美是中和淡水与潮汐 所构成的海岸湿地 食物链丰富完整 是重要的猴鸟栖息区 生态引人入胜 风车点缀自行车道 天上一丝浪漫氛围 夜幕降临台中 大清早 我们拜访了南屯区的彩虹村 荣民彩虹爷爷 在待拆除的老屋上作画 引发学生们发动抢救彩虹村活动 台中市政府以势力重画方式将该处 辟化为公园而保存下来 每年吸引超过两百万游客 课本上的一辅二路三蒙甲 大家耳熟能详 走在鹿港老街 仿佛时光倒流 处处彰显怀旧风情 往南骑行 抵达方苑诗地 体验丰富生态 并观赏传统海牛采科 这里的海牛是 黄牛在海里工作的海牛文化 极具趣味 傍晚抵达云林北港 每年农历三月的 北港朝天宫营妈祖 被誉为北港人的第二次过年 今晚在北港过夜 骑行距离已超过三百公里 爸爸提醒 截至今天仅完成四分之一的路程 帮忙按摩肌肉 为明日挑战做好准备 第五天清晨 我们前往凹谷湿地观察鸟类 这区原为台塘农场 因地层下陷及海水侵入地下层 形成独特的湿地生态 吸引众多鸟类栖 展现丰富特殊生态 在此观赏水鸟 觅食休息 让人深刻感受 台湾值得自豪的湿地之美 离开凹谷湿地 我们来到有着两百年历史的 井仔角瓦盘岩田 这是保存最古老瓦盘岩田遗址 是使用红瓦钢片 塞制结晶岩的地方 每片瓦呈现美丽马赛克艺术 反映水中 成为最独特的观光岩田 晚间入住七谷民宿过夜 课本叙述七谷是台湾最大戏湖 当地称为内海子 由沙洲与海岸环绕形成 沙洲阻挡外海浪 使湖水平静 是重要的养科地 爸爸带我品尝正宗仙科美食 如科子尖 科爹 科仔面线等 浓郁鲜甜口感 令人难忘 吃完早餐后 我们到六孔游客中心 探访于座渔温 浮现梦幻的粉红湖景色 其实这是文革渔民 用来培养光和菌的培养池 以改善水质和土壤 粉红色光和菌发酵后 让池水变得像草莓奶昔般粉红 令人惊艳 接着前往增文西口湿地 这是台江国家公园内的两处国际级湿地之一 另一处是四草 因上游带来丰富营养盐 成为众多生物栖息之地 许多兵围珍稀鸟类在此过冬 简直是他们的天堂 不用望远镜 我就能观察到黑面皮露 成群结队自由自在觅食 蓝色海水倒映着白色身影 画面真是美丽 来到安南另一处国际级湿地四草 被誉为台湾袖珍版亚马逊河 红树林串成幽深茂密的通道 充满神秘色彩 我们穿上救生衣 戴上斗笠 乘坐竹筏观光船 穿越绿色隧道 解说员介绍台湾红树科植物 包括水鼻仔 五黎椒 蓝里 海茄冬等四种 五黎椒稀有 四草就占80% 红树林帮助固结土壤 重建七地 保护海岸国土资源 今天骑的里程少 因为晚上要夜宿 正统路尔门圣母庙 这座神庙 奉似天上圣母 历史悠久 宛如台湾版紫禁城 壮丽华美 第一次住庙宇 感受神庙宏伟 简洁宁舒适 价格实惠 庙宇住宿体验 既难忘又美好 第七天行程 重点是奇美博物馆 途经台江国家公园游客中心 高角屋形象独特 可近距离观察渔温生态 另有展览 台湾最美游客中心美名 真是不假 印象深刻的还有环保柯壳墙 废物利用兼具渔春绿建筑特色 据说隔热效果还非常好 真是佩服设计者的巧思 永康的复兴彩虹眷村 也是极具地方色彩的景点 不起眼的巷弄 斑波的墙面 因彩绘有了新视野 色彩缤纷 变身有艺术味道 与台中的彩虹村 有着异曲同工的精彩 爸爸安排整个下午 参观奇美博物馆 长设展品丰富 令人难以忘怀 这座18世纪欧式 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展示有西洋艺术 乐器 自然史和兵器等 是大众喜爱的博物馆 我们除了对动物标本感兴趣外 充满惊喜的兵器陈列馆 更吸引眼球 而美味钢山羊肉炉 则完美结束今日行程 各位冒险家们 我和爸爸骑单车环岛先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主题有意思的话 就请订阅关注 继续期待后面 我又去了哪里 吃了什么好东西 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